本周要介绍的畅销书是获得博克莱七日畅销榜第13名 成品书店双周榜华文创作类第一名 书名叫做《夜友会》 作者张希 出版社《三彩文化》 出版日期2021年的4月29号 内容简介如下 博克莱、成品、金石堂年度畅销作家 成品十大华文畅销作家 最具影响力的新生代作家张希 魁伟两年第二本长篇小说 有些伤口难以愈合 是因为里面有爱 你觉得我要去参加我爸的婚礼吗 一则简讯想要删掉 但是已经来不及 我甚至是个坏掉的砖 盖不成一个家 一个女孩站在阳台边 不敢再往前多走一步 第一次新奇 我是谁的念头 是在什么时候呢 小慧、小慧 也有慧站在墙边 听见了自己的名字 是爸爸妈妈对他最亲密的称呼 小慧、小慧 小慧是哪种孩子 什么是家庭不健全 也有慧压根 忘记自己饿着的肚子 他恍惚地走回房间 觉得有可能是自己听错了 爸爸姓业 他一直都是业家的人啊 家是人出生后碰到的第一个 也是最小的社会单位 婴孩会从中认知到自己是谁 然而欲言又止 是带有分量的瞬间 那些闪烁游移的片刻 让女孩不再确定 我们家这三个字 可以继续使用吗 我从口而来 失去过往认知的夜友会 我是谁 同时失去了自己 不确定我和我们的位置 如何理解爱与被爱 每个人都假装告知等于解决 还好 生命是靠问题推进的 你是谁 夜友会没有回应同学们的耳语 他站在阳光下 汗珠在他的额头上排列成脆弱的队伍 风轻轻一吹 就会像眼泪一样滑下脸庞 他终于提起脚步 而那一步之后 他再也没有喊过这个女人 妈妈 我是谁 我到底是谁的孩子 小慧 孩子不属于父母 父母也不属于孩子 女人说 我们拥有跟彼此的关系 但我们不属于对方 你是你自己的 1989年出生的夜友会 和我们一起听着周杰伦和西城男孩 哼着蔡建雅和阿桑 好奇学姐如何学会为自己上妆 和同居男孩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他不特别 和其他女孩踩着相同的步伐长大 他只有一个疑问 其他女孩怎么确认自己值得被爱呢 你觉得人跟人之间跨不过去的是什么呢 是寂寞吧 我们要先跨过自己的寂寞 才能抵达对方 有时候抵达的也不是对方 而是对方的寂寞 本书特色 关于这本书的一些秘密 一生都是语迹 不属于 但我不交换 长大真的闷闷痛痛的 有时候想忘记的 和想留下的是同一件事 跟谁拥抱过 身上就会有它的味道 真幸福 当我往前走 我会在心里为你留一个位置 张希说 成长的过程中 有无数次这么想着 好想要有惠 就算只有像一片叶子 那么小也好 有一种爱是把自己能有的最好 都给你 纵然已不在期限之内 张希的文字 一如往常 捕捉画面中细微的情绪 一个字就戳中了你 每个人都可以在夜友会的故事中 找到一部分的自己 趁晴朗天气 亮一亮湿润的皱褶 就算雨不会因此不再来 但也终于摊开 在舒服的阳光下晒着 我还是会伤心 但我不要跟别人交换 作者简介张希 来自1992 有一只木木猫咪 喜欢散步 喜欢靠窗边的位置 喜欢起床后 在镜子前跟自己说说话 不喜欢气温超过23度 正在学习维持孤独的品质 想问作品 把你的名字晒一晒 你走慢了我的时间 我还是会继续酿梅子酒 小说作品 二长公园 绝版作品 周周末末 时时刻刻 内容视读如下 奶油与邀请卡 你觉得我要去参加 我爸的婚礼吗 初夏的周末早晨 浸满全身的黏腻感 让夜友会拧着身子 睁开双眼 眼前是有着大片扇形 转盘的吊灯 和长满臂癌的天花板 吊灯上的扇片 转啊转啊 上面的灰尘 模糊不清 倒是碧癌的纹路很清楚 碧癌让夜友会很有安全感 双手勾不到 像发霉的内心 不去清理 也不会有人舍得埋怨自己 毕竟它不是造成 避癌的原因 它是避癌本身 夜友会裸着身子 从床上爬起来 随手套了一件黑色贴身背心 它的步伐很自我 没有跨过满地的异物 仿佛生活的路径里 就算堆满错误 人可以一脚踩上去 反正踩上去就有路 包括床上另一个裸身男子 昨晚脱去的花衬衫和内裤 除了凌乱的衣服 杂物以外 旧式的流理台上 也有许多未洗的餐具 以及用过的免洗餐具 气温在这几天转热 让剩余的汤汁和菜渣 产生出明显的异味 夜友会打开冰箱 里面是一包一包过期的食物 它从冰箱的侧边 拿起一袋 看起来还尚未新鲜的吐司 和几乎见底的果酱罐 然后将吐司边剥除 放进从未清洁过的吐司机 吐司机是鲁鲁米的土样 能够将吐司烤出鲁鲁米的脸 夜友会站在流理台旁 把跳出的吐司 放上花色的瓷盘 在等待的时间 它打开手机 传了一则简讯出去 忽然夜友会像是想到什么 果酱罐随意地 往一张红色的信封压上 它再次打开冰箱 从冰箱侧门的最下方 拎出一包塑胶袋 里面有一些盒装式的 小分量奶油 小盒子上 使他看不懂的英文 夜友会将吐司和奶油 一起放在盘子上 踩着杂物 走回拥挤的单人床旁 依照原路或是不同的路 无所谓 凌乱的人生 怎么会有清楚的路 若是刻意整理 反而会整理到伤心的原因 伤心的原因有眼睛 如果不是用上周 没有洗的衣服 掩盖着 怕是和他对视的夜友会 自己的眼睛 会先流下眼泪 夜友会站在床边 无声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对裸身的男子说道 起来吧 早餐吃完你就可以走了 像是在看一只廉价的五锅鱼 白天的魔力 就是能够轻而易举地 将夜晚的迷妹吞噬 男子翻过身 睡眼惺忪地看着夜友会说 哦 你生气好性感 我没有生气 夜友会面无表情地说 一夜情而已 没有感情怎么会生气 他将盘子放在床边 奶油是大饭店的buffet偷拿的 是我冰箱里最贵的东西 我请客 接着他伸手掀起男子 身上紧剩的半条被子 快起来 你冷漠也好性感 男子又说了一句 想延长昨晚的欢愉 谢谢 你吃完就走吧 不吃就直接离开 夜友会淡淡地说 然后转身自顾自地 打开只有半扇门的衣柜 另一扇门在他搬进来以前 就不见了 他身上有许多东西 都是早早就不见了的 有一种跟这个衣柜 惺惺惺相惜的感觉 很温馨 所以不用换哦 他签约时 曾这么跟房东太太说 您不需要特别帮我 换一个新的衣柜 语调里带着他 看似与生俱来的礼貌 毕竟他也不是新的 礼貌只是维持 新旧平衡的距离 整个房子里 唯一的新东西 是衣柜那半扇门背后 挂着好几件 昂贵的未减排新衣 已经跟着夜友会好几年 衣纸都没有穿 放着放着 也有了变旧的感觉 男子站起身 有意识地 没有让盘子跌落 男子想从夜友会身后 环抱住他 身材娇小的夜友会 敏捷地闪过 你是要直接走吗 没 男子只好做事伸了拦腰 坐会床檐 看着瓷盘里的吐司说 鲁鲁米的脸好可爱 有着胡渣的脸 露出带点傻气的笑容 不过夜友会没有回头看 但你干嘛剥掉吐司边啊 男子问 健康 夜友会一边说 一边侧身翻找想穿的裤子 你会在意健康哦 男子咬了一口吐司 然后把奶油打开 用食指抹在剩下的吐司上 说话的时候 还有绝吐司的声音 有些东西也不是在意了就会有 就是想尽力而已 夜友会穿上身牛仔裤 有意地显露出他好看的比例 没有健康的关系 至少有健康的身体 可能还可以安慰一下自己 就只是想尽这种力 他边说边耸了耸肩 同时检视着衣柜旁 全身尽力的自己 我还能见到你吗 男子大口地将剩下的吐司吃完 也站起身 穿起自己的花色衬衫 他并不知道 这已经被夜友会来回踩过 不值得再见一次 夜友会穿上 有些巴皱的白色短衬衫 当做小外套 接着转锅身问男子 吃好了吗 大概只是礼貌地询问 他拿起空恶的盘子 往琉璃台走去 男子跟上来 一边小心翼翼 不要踩到地上的杂物说 我会让你知道我值得的 是我不值得 夜友会将盘子放到水槽里 一手扶在琉璃台边上 一手扶着自己纤细的腰 眼神认真地看向男子 这让男子有点发慌 原本想要继续往前的步伐 停了下来 男子不知所措地搔搔头 看夜友会对视的眼眸 也慢慢飘移 落在他刚刚避开的杂物上 这时候才发现 这个屋子里 几乎没有一条 可以稳稳荡荡 走上的路 昨晚高涨的琴玉 像烟一样飘进屋内 风一吹就散 看到了吗 根本没有路让你走过来 也有会直直盯着男子 不疾不许地说 我可以帮你清理呀 男子又说 有些地方你清不到我也不想清 夜友会的语调顺畅 仿佛这已经不算是他的决定 而是他的生活观 怎么会有人愿意提着细细的心 来到自己的身边呢 大家都是胡伦吞早地来 胡伦吞早地离开 男子被直视得无所适从 直到再说下去也是难堪 便迅速找到自己的皮夹 往门口走去 门口外面堆满垃圾 男子提起脚跨过去 再也有会眼里 那是和自己根本上的不同 夜友会盯着男子的背影 直到他关上门 他顺势看向大门旁小小的窗户 玻璃上是旧式的窗花图样 外面是亮晃晃的天空 他盯了好一会儿 然后他听见一楼铁门打开 关上的声音 又是一个陌生人的离开 又是一个夏天的到来 高中三年级毕业后 今年是离家第六年 夜友会将目光 移回水槽里的花色瓷盘 Shit 他喊了一声 走到大门旁的窗台 用力打开窗户 朝着一楼的人影喊道 你奶油没吃完啦 男子惊恐地回头 快步离开 他后脚跟还踩着鞋圆 没有心思把鞋子穿好 也有会回到小厨房 伸手拿起那一小盒奶油 以右手小拇指将奶油挖得干净 接着放进自己的嘴里 用力吸雨 像个不愿意错失任何一点点高贵事物的孩子 如果能够把这些高贵的东西吃进肚子里 也许有一天 我也会长出高贵的血液 高贵的肉 我也会拥有高贵的身份 被拿出来的果酱罐还放在琉璃台上 就在夜友会的邀请旁边 离他那么近的地方 他看都没有再看一眼 包括压在果酱罐底下那张红色信封 里面是一张婚礼邀请卡 新娘的名字写着范小平 夜友会完全不认识这个人 新郎的名字写着夜志荣 是他的父亲 这是他昨晚半夜下楼买水时 在信箱里发现的信 就算刚刚其实是刻意将他压在果酱罐下 仍然让今天早上的他无心调情 他甚至没有注意到信封上 并没有油戳 夜友会看着自己刚刚传出去的讯息 你觉得我要去参加我爸的婚礼吗 他想删掉 但是已经来不及 以上就是本周介绍的畅销书 书名叫做夜友会 作者张希 出版社三彩文化 出版日起2021年的4月29号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